中华上下五千年商朝之 地义归妹 商朝发展到后期 国势渐渐没落 就在商朝江河日下的时候 西方齐山下一个激性的部族州渐渐兴起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周族的开基之祖为骨功担负 他有三个儿子 太伯、于仲 还有少子纪利 纪利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鸡昌 传说 鸡昌出生后有祥瑞之兆 骨功担负觉得鸡昌将来必成大器 因此有一传位于纪利 以便将来昌可以继位 太伯和于仲知道了父亲的心思 便跑到了京蛮之地 并按照当地风俗 把头发剪短 将身上刺上花纹 表明要让位给弟弟纪利的心计 后来 太伯和于仲在太湖流域创建了吴国 骨功担负去世后 纪利继位 称公继 纪利不但继承了骨功的位置 还继承了他的智势策略 推行仁义 积极发展农业 州部族迅速发展起来 此时 商朝的国君为文丁 面对发展势头良好的州族 他采取的是怀柔政策 封纪利为牧师 也就是地方博长 纪利也不断加强与商的政治联系 此时 商朝国是衰微 不断受到周围戎敌部落的侵犯 但商却一再的容忍放纵 纪利建商国君不采取反击 便毫不客气的对这些戎敌部落大动干戈 他先征伐位于今天山西长治地区的于吴荣 于吴荣败将 纪利将俘虏和战利品献给了商王文丁 受到文丁赞赏 文丁就把安定边陲的重任交给了纪利 于是 纪利接着又讨伐史乎荣 史乎荣也败将 没过几年 纪利又打败义图荣 俘获义图荣的三个大头目 献给文丁 在不断征讨边陲部落的过程中 很多诸侯都归顺了州 州的军事实力不断扩张 势力越来越强大 周族的日益强盛 引起了伤王文丁的恐慌 为了解除这个威胁 文丁突然下令把纪利抓了起来 并很快就把他给杀了 纪利死后 他的儿子姬昌继承了王位 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文王即位后 立志要报伤王朝的杀父之仇 努力让周变得更加强大 他一面继续向祖父 父亲学习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一面李贤下士 广招贤财 重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 网罗了一大批人才 同时 他还积极招兵买马 增强军事实力 文丁杀了纪利后 没过几年也去世了 帝已即位 成为商朝的第三十任国军 帝已出临天下 还没站稳脚跟 姬昌打算趁着这个机会攻打商朝 为父报仇 当时 江淮之间的遗族又强盛起来 先后联合孟芳 林芳等部落叛乱 准备大举进攻商朝 这样一来 帝已可能面临东西两方同时受敌的局面 为了稳定全局 帝已决定采取和亲的方式 在自己嫡系诸侯 中选一女子嫁与姬昌 修补因其父杀绩 力而破裂的商周关系 周与商王之间 本是一种隶属关系 结为因亲后 就更加纯齿相依 帝已希望有此商周之间能不计前嫌 亲如一家 姬昌审时夺势 考虑到商朝根基深厚 目前两方的实力相差还较悬殊 认为灭商的时机还未成熟 与商联姻可以稳住商王 争取扩充实力的时间 最终答应和亲 帝已亲自去占卜 选定婚假日期 并置办了丰厚的嫁妆 命姬昌继其父继力之后 继续担任西伯 统领西方诸侯 婚礼当天 西伯为了表示非常郑重 亲自去渭水北岸迎亲 商周双方皆大欢喜 重归于好 这桩亲是一时传为美谈 史称帝已归媚 义中还有归媚卦 词曰归媚 争凶 无忧力 下队上阵相叠 有婚姻之洞 有嫁女之相 故称归媚 稳住了周后 帝已便率领诸侯 集中精力讨伐东南一族 很快就得胜而归 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帝已和文王差不多同时即位 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 帝已在位约三十年 而文王却在位约五十年 崩于在位三十年的帝心 商周王 后期 帝已在位近三十年间 这期间商周间未曾在兵戎相见 可见帝已归媚的确促进了和平 起到了西兵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uties 请不吝点赞 Legend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